当你关闭自动设置时间 手动设置日期和时间 把日期定在4月2号的凌晨 也就是国内渔人节的第二天 这时候再打开Among Us 你会惊奇的发现游戏界面的左上角 会出现渔人节快乐 玩得愉快的一段英文 这时我们再打开第一张地图骷髅船 你会惊奇的发现 当你往左边的义务室走去 小地图会显示你在往右边的武器库走 这时候就恭喜你了 你成功激活了Among Us最大的游戏彩蛋 镜像地图 这个地图只存在于第一张地图 你也可以认为它是隐藏的第五张地图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整个地图是可以匹配到其他玩家的 也就是 嘿嘿 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地图来整鬼些玩家呀 当一些老玩家在正常地图下 已经玩得很不错了 我们就可以偷偷换掉地图 让他感受一下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图 他们会相当的迷惑呀 以为自己的游戏出现bug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好了 说了那么多了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游戏吧 首先允许我自保加门 哈喽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这类似没有事 这期呢我们就玩一下彩蛋地图下的内鬼 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地图被镜像以后 我们出生点离桌子还有一定距离的 说明了这张桌子不是在食堂的正中心呀 否则我们对称以后位置应该不变 可是任务被我们打开了 来降低一下船员的难度 毕竟飞船被镜像以后呢 整个飞船的各个房间的位置 在我们大脑中已经混乱不堪了 我们需要想起原来的位置 在大脑中镜像一遍 才能知道这是在哪里 如果大家在手机上玩的话 就很简单了 找一块镜子放在手机旁边 大家看着镜子玩就行了 只不过和原来的区别就是 大家的名字被镜像了 现在有人在看监控怎么办的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看情况呀 宝恩寺是在船尾 我们就向右边走 原来这俩一直在宝恩寺呀 挺新的 但是我一个人搞不了你俩 可以发现监控内的图像也发生了镜像 我们还是先走吧 这边人太多了没法下走 我们只能找没有监控的地方 丢小粉也过来了 这边人太多了 暂时不考虑双刀 把保安室关闭一下 吓唬吓唬他们 这是可以的 去配电视看一看 这个房间里房间外都没有监控 是个下手的好地方 你看我们的小粉跟在后面呀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他其实想要和我们双刀 正好小子和小黄在配电视 我们一人一个呀 双刀的前提是什么 默契 双刀的条件是什么呢 距离 一定要让他们两个船员保持一段距离呀 对他有反应的时间 这波打得漂亮 这个小粉干得不错呀 反应得非常的迅速 我觉得可以信任他 虽然他是个粉皮怪 但是不妨碍我们两个进行一番配合 如鱼得水保喜之神 你们两个不是在保安室看惊控的一对吗 你怕不是看上了喜之神 黄色还在迷惑中 还没搞清楚这个地图咋回事 不用管他 那我们也来保一个人了 我们给局势金水 金水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真传人的证明 如鱼得水说这里有扫描和护盾 行 下一个目标就是如鱼得水了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头绪 我们就弃票吧 看下头发结果 大家都起票了 好 没有人被票出去 我觉得很有必要先巴西子人和如鱼得水撂倒 让他们尝尝四掌 清零杀 接下来呢 我们去船头寻找机会 这边来的人还挺多的 我们就先假装做任务 顺便等一下冷却时间 只要进度条上涨了 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如鱼得水没有过来 但是海绵宝儿小菊过来了 把他倒掉也可以 现在就看小粉的反应了 我会找一个好时机直接下手 希望他能反应及时 再次和我们来一把双刀 双刀一时爽 一直双刀一直爽 不过这个小蓝突然来了 这个计划只能暂时终止 喜事神也走掉了 现在 诶 喜事神你怎么又回来了 想要白给吗 是非常想要白给吧 行 那我成全你 小粉快进来 快进来 我先走了 哇 这么快就报告了 小粉应该进来了 这次配合的也很好 不得不说小粉这个队友真给力 还剩六个船员 再来一次三刀就能赢了 不过这个迷猴鬼离开了游戏 再来一次双刀就能赢了 如果这一轮能票出一个船员 他就更省力气了 我们就暗示一下两个队友 说投吧 不然就输了 这是讲给我们的内鬼队友听的 赶紧投一个船员出去 所以投谁呢 接下来我们就说 青色你做可视任务了吗 眼外之意就是 兄弟们投青色 这波咱们三个 把他给票出去 希望他们能听懂 如果听不懂 我们就去医务室 看他扫描 好我们投如意得水 现在又掉了一个船员 三个内鬼打四个船员 嗯再刀掉一个就赢了 这一局掉的还挺多的 估计有些人不太熟悉这个地图 就自动离开了 他们两个并没有听懂 我们的眼外之意 不过也没有关系 再干掉一个船员就赢了 我们去医务室 看如意得水扫描 灯光被他们破坏了 我们现在两个内鬼 仅仅包围着一个船员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现在有多么的危险 好灯光被修好了 我们把食堂关闭一下 防止有人拍灯 正好也到点了 我们把如意得水给收了 这局就这样结束了 还是挺刺激的